休斯顿西南区一名男子与一名妇女遭到不明原因的枪杀 凶手仍在逃 本周休斯顿西南地区的一个公寓大楼中 一名男子和一位母亲被枪杀致死后 警方正在着手对该案进行调查 官员说枪击案发生在下午11点30分左右 位于Westchesterchester地区的Middle Green Lane上 根据一个邻居指出 当晚他听到约十几声枪响 还有人在尖叫 调查人员指出这两人被枪击了多次 他们的尸体在垃圾箱中被发现 该名女性已被确认为26岁的布雷纳·威廉姆斯 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据受害人的妹妹朱丽叶·林孔说 布雷纳是无辜的受害人 平常未与人结怨 他十分爱三名子女 因此不懂为什么犯人要这么做 目前这名枪手仍在逃 威廉姆斯一家说 他们将向任何能够帮助警察抓获凶手的人 提供1万美元现金 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寻找与枪击案有关的嫌疑人 谋杀动机也仍在调查中 然后我们准备地人